Connection Street 然後你就把它改了之後 就可以不管後面是SS SQL Server Onoco MySQL 通通都可以開得起來 不會有問題 也就是說Excel要跟任何的資料 都沒有問題 都不是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 各位在這個地方覺得不夠的話 要想要再跨到別的資料庫去的話 可以把這個網址記一下 叫Connection Street加S 裡面的話 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資料庫的連結 四串方法可以參考 另外 Oracle這邊也有 還有MySQL DB2都有 另外就是說 SS2007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這邊其實有相關說明 各位看Standard部分 是這樣的連結 那如果說今天你要把什麼 把SS當成是 一個 放在比如說網路上的方鈴 某一台電腦的 某一台電腦裡面我去抓 我們共用嘛對不對 那你可以找到這邊一個叫什麼 你如果你的路徑 不是在電腦裡面 而是在網路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Network Location 那實際上就可以把什麼 這個叫Data Source 把它改成斜線斜線 如果你們對網路還算了解的話 斜線斜線就是 網路上的方鈴的 某一台電腦名稱 裡面它分享出來一個Fooder 一個資料夾名稱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資料夾名稱的 某一個檔案 那這樣的話呢 我任何在部門裡面或公司內部的話 就可以連到 你可以把那個資料庫 當成是共用的資料庫了 那這樣的話呢 也可以達到這個資料共享的目的 那除了可以查之外有沒有 你也可以新增修改刪除 然後今天我們主要是講到查詢的部分 大概下個禮拜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再講一個新增的部分 那修改刪除大概也差不多啦 不過可能時間上非常的有限 那下禮拜呢 除了講新增之外 再來講一下表單部分好了 因為今天本來想要加表單進來 可是時間上有點不允許 所以下一次的話 主要我們就把表單跟資料庫的新增功能再加一下 那因為時間實在是太有限 不可能說全部都包商包行 所以我就把最重要的部分給各位講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喔